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定时定速运行程序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 把设备机枪打开 然后呢 按两下上升键 一 二 设备进入手动升速状态 现在转速是一千多段 这时候特别注意 上面的转速 以及加速度的大小 当看到加速度 能出现 五十米 每秒的平方的时候 按一下 下降键 怠速就可以 好 现在转速是两千六了 加速度是一点一 三千四 二点六 四千 四点多 好 快达到它的峰值点了 这时候先不要用升速状态 先按一下下降键 这时候设备进入怠速状态 然后 按一下上升键 用慢升速的形式往上升 刚刚看到加速度出现 四十多 快五十的时候 按一下下降键 好 现在按一下 加速度 现在保持在五十左右了 这时候 这时候呢 记住这个转速 四千 九百七十五转 然后呢 按一下 停止 刚才的转速是四千九百七十五 定时定速呢 先按下降键 出来 出来 时间 设置 A 上升键 是调节 时间 调节好 时间之后 再一下 将键 出来 转速的 千位 设置 因为刚才 那个数值呢 是四千 九百七十五 这时候呢 只能定 千位 和百位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转速 直接定到 五千 然后呢 直接按一下 运行 设备以快升速的形式 直接升到五千转 对弓件进行时效 因为刚才我们所选的 那个转速是四千九百七十五 这时候可以用微调的方式 让转速下降 我按一下下降转 下降 转速就下降一段 连续按 直到四千九百七十五 好了 现在所对应的加速度 也是在五十左右的 它的操作 就这么简单 已经完成了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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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